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成为主流 我们现在看到的童子闹春词坛 口径10厘米 纵22.5厘米 满绘有白子闹春图 展现出了当时新春时节 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人丁兴旺是家庭繁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这个词坛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描绘了非常多小孩子的一个形象 这些小孩有的双手捂着耳朵 有的呢做一个翘首奇葩的一个形象 还有的在相互的拱手祝福 表现出来的节庆活动也十分的丰富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的在舞龙舞狮 有的在骑竹马放炮竹 在这里敲锣鼓 来祈求新的一年 家中可以吉祥如意多子多福 那我们在这个词坛之上看到这一条舞龙啊 它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民宿活动中 舞龙的这个造型已经非常的相似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呢也会以舞龙来祈求新的一年 可以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美好幸福生活 代表他们这样的一种意愿和愿景 龙呢在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之中 它是可以行云不语的 那我们中国它是一个龙根社会 而湖南又是一个龙业的大神 所以来说呢 可以撕水 里水的龙就成为了一种祥瑞 在我们湖南地区呢 有许多与舞龙有关的一些民俗活动 比如最早的呢 有平江的九龙舞 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而到了唐代的时候呢 则是非常的一个兴盛 那么也是经过了几千年的一个演化之后呢 农才有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样